有利于这个图乱 通动的图乱 化动和整理 但是这个蓄伤不及 对后面的这个吞播的不利影响 我们也要及时的关注 涉及到这个 提升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能力 人工影响天气 和加强气象科普工作 以及环境监测 扶贫攻坚和法律法规的 有关的建设的情况 截至目前啊 代表的建议和委员的提案的办理工作 已经全部按照要求犯解 同时在中国欠决的网站上 进行了公司 过去这一年啊 我们落实这个委员的提案 主要是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个的话就是跟 世界气象组织建立了 一带一路的这个 合作的这么一个机制 那么第二一方面的话 就是在路上的这个 失手之路这方面啊 我们也提出了 中亚西向防灾减灾 及运类气候变化 乌鲁木齐的倡议 这个也在2018年 取得了一些实施在这的进展 针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话 我们提出了中国 东盟气象活作的 南宁倡议 这南宁倡议是2016年 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机制 那么在2018年 继续得到了深化 我们2018年在这个 东盟 中国东盟气象的这个 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啊 又专门召开了 气象活作的论坛 最后的话就是我们 完善了一带一路的 国际气象活作的这种一个平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